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孔子说 君子金而不争 群而不挡 君子矜持 自重而与人无争 和群而不结党 当一个人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就会明白 想要成为大树 就要有大树的气节 不能与小草争夺 和爱人争对错 赢了道理 输了感情 和亲人争论输赢 赢了结果 输了幸福 和友人争得失 赢了小丽 输了情面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以你们而精彩 到了一定年龄 你就会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生死 其他事 都是小事 到了一定年龄 你就会懂得 到黑夜时 连自己的影子 都会离开 所以不要高估 你在任何人心里的位置 到了一定年龄 你就会明白 有些事让你哭 有些事令你笑 上天对每个人来说 是相对公平 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也终会明白 心宽四海 风平浪静 不争不吵 不炫耀 才是人生最顶级的智慧 不争不吵 关系更好 林玉堂在《风声喝力》中 曾写道 不争乃大争 不争 则天下人 与之不争 说到底 人生短短几十年 争来争去 何必呢 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就会明白 进而不争 才是最明智的行为 当我们陷入 争名夺利中 心中贪欲就会膨胀 和命争 就会平添生活的负累 和亲人争 势必疏远 亲情会淡 得不偿失 和爱人争 只能让生活多了琐碎 少了宁静 感情会淡 和朋友争 只能让感情越来越淡 渐行渐远 争的是礼 输的是情 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 孔子的家乡 流传着一个三纪人的故事 据说读了这个故事的人 一生都戒掉了脾气 一天 有一人来请教孔子的学生 他问 一年到底有几季啊 学生心想 这种问题还要问吗 于是便回答道 春夏秋通四季 客人摇摇头说 不对 一年只有三季 两个人争执不下 就决定打赌 如果谁错了 就要向对方磕三个头 正巧这时 孔子从屋里走出来 学生上前问道 老师 一年有几季啊 孔子看了一眼客人 说 一年有三季 学生虽不解 但也只好乖乖 磕了三个头 客人走了以后 学生迫不及待地问孔子 老师 一年明明有四季 您怎么说三季呢 孔子说 你没看到刚才那个人 全身都是绿色的吗 他是蚂蚱 蚂蚱春生秋死 没见过冬天 就算你讲再多 他也不知道有冬季 生活中 总免不了遇到三季人 若事事都要与之一争高下 烦恼就会没完没了 人活一世 不易且短暂 到了一定的年纪 应当沉淀自己的心 静观事态变迁 与人相处 需要讲究方式方法 而对待家人 更需如此 主持人马东 曾在节目中 提到他76岁的老母亲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是关灯 屋里灯亮着 只要没人在 他就第一时间关掉 马东一开始 还告诉母亲 一开一关 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 一直亮着 也费不了多少电 但在发现 母亲每次说好 紧接着又关上之后 马东再也不和母亲计较 这样的小事 马东说 节约用电 已成为母亲的思维定势 就算你告诉他 不用随时关灯的道理 他也改变不了 自己过去积累下来的行为 想想很多人的母亲 不也跟马东母亲一样吗 你可能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 隔夜的剩菜不要再吃 可他们应声之后 接着把剩菜放入冰箱 你可能一遍一遍和他们强调 不要再给孩子买零食 可他们答应之后 转身会带孙子去超市 网上曾火过这样一句话 幸福的家庭从来都不争对错 不争不吵 不管是对于家庭还是交际 都是一剂润滑剂 人与人之间相处 多一份理解 就会少一些误会 心与心之间 多一份包容 就会少一些纷争 嘴上吃些亏又何妨 让它三分又如何 学会淡下性子 学会忍住怒气 修身养性 凡事不要自助必较 知足一点 别要太多 坦然一点 放下执念 从容一点 心静淡然 简单一点 别求太多 不争不吵 平凡也有平凡的快乐 平凡人就过平凡的日子 舒坦自在 自得其乐 白洛梅曾说 人生一局棋 关于输赢 我们总是无能为力 迷茫之时 多半在局内 当年了悟的时候 人已在局外 若用平和的心态 看凡间一切 简单明了 若用复杂的心态 看万丈红尘 则为事项所迷 人到周年 日子屈指可数 善待生活 善待他人 善待自己 善待身边的一切 静而不争 争而不吵 才是一种难得的大智慧 低调谦卑 何须炫耀 古玉云 刚者一辙 柔则成存 低调是态度 不炫耀 则是一种智慧 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就会明白 人这辈子 何其短暂 其实 没有什么好值得 我们去炫耀 英国著名女作家 J.K.罗琳 在写作初期 没有出版社 愿意收她的书籍 但几经波折 哈利波特成功出版 并且异常地畅销 从此 J.K.罗琳这个人 出名了 但让人意外的是 罗琳在创作侦探小说 不古鸟的呼唤时 却换了一个笔名 罗伯特·加尔布雷斯 以毫无名气的 作者的身份投稿 要知道 以罗琳当时的身价和名气 他的小说 必是被各个出版商 争抢的 但他却无惧归零 以低调 证明了自己的成功 罗琳说 我就是想告诉读者 改变困境 不需要魔法 只要我们发挥出 自己内在的力量 而非外在的虚化 不炫耀 是自己对自己绝对认可 正如有句话所说 一个人越缺少什么 才会越炫耀什么 成熟的道骨 向来低头 真正有富有的人 也不会逢人就炫 钱财不过是一张纸 百年之后 用不上 名利不过是一场梦 人去以后 都是空 正所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做人 请不要炫耀 因为往往高手 就藏在你身边 做人 请不要炫耀 谦虚会让你飞得更高 低调会让你走得更远 做人请不要炫耀 风光也好 富裕也罢 更别目中无人 高调炫耀 要知道真正优秀 厉害的人 往往不会险山漏水 大肆炫耀 而是低调谨慎 谦虚有理 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用一颗善良的心做人 轻松自在 用一颗谦卑的心做事 你会走得更远 常言道 木秀鱼林 风必摧之 人活一世 不争是远见 低调是智慧 不争不吵 则是一种 人生的大智慧 在一去不回头的光阴里 愿我们手心自暖 默然谨记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